先提到副市長針對這個恩恩爸爸事件 那因為這個民進黨複名市長林鶴明 有說市長是神隱 那今天有召開疫情記者會 那但是市長沒有出席 是市長有其他的行程嗎 那這兩天為什麼市長都剛好沒有行程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因為綠營也齊轟這個市府跟侯市長 那會覺得說這件事情是民進黨藉由此事 來進行政治操作嗎 這一點我其實每次看恩恩爸爸在談 我想不會啦 我們不會往這邊想 應該沒有任何政治的操作 我想恩恩爸爸就是 因為恩恩走了 我想身為父母一定是難過 所以他很想瞭解事情的真相 那我們新北市的立場 也一定是希望能盡力的配合在依法 我們可以相關規定可以提供的資料 我們會盡全力提供 包括我們一些沒辦法 因為不是雙方通話者的資料 雖然沒辦法完整的提供 可是那個時段在做什麼 我們也盡量的讓恩恩的爸爸能了解 所以會不會往這個政治操作來做參考 我想我們沒有這樣的想法 倒是第二個市長為什麼回來 會沒來 能不能讓我比較抱歉 因為這是市長的私事 我不方便在公開場合幫他說 如果這個有要了解的話 我可能因為是私事 因為這是正式的記者會 就容許我 因為我在強調市長今天有事 那沒辦法到達 所以才由我來代為主持 好 各位媒體朋友還有問題嗎 所以從來看看 ówy